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有网友在脸书靠被女友上匿名投稿 抱怨女友明明说家里经济困难 却又整天吵着想换iPhone 最后靠打工拿到的第一份薪水分期付款 让男友崩溃金钱观念真的很创 该贴文指出两人都还是高中生 女生先是羡慕同学拿苹果 Apple后来又说自己不是爱慕虚荣 而是做手机真的坏掉 所以想换iPhone 还说如果爸妈不买给他就要自己打工赚钱 男友听到傻眼表示 拜托我们才高中而已 拿什么手机有差吗 最后男生自我安慰说 还好我还在读书不干我的事 你要爽就自己去爽 也表明自己不想当女友虚荣的荷包 要名牌请自己出钱谢谢 贴文因其网友热议 有人敢判现在孩子金钱观念 每况愈下药元PR赶快放生 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女方靠自己打工的钱购买 又没有叫她出钱 不知道在靠背什么 不少网友认为女方靠自己打工的钱购买 不少网友认为女方靠自己打工的钱购买 不少网友认为女方靠自己打工的钱购买